我觉得还有两个的石流 因为这个石流呢 只要看到它呢就觉得很喜悦 因为我们说呢 花开世界起 那裹满菩提园 那开花结果呢 都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的 那尤其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也是一样 不要说是一般的民间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能够在藉由 生生世世不断的精进用功之中呢 有一生有一世呢 我们可以修得菩提正果 好所以呢 我们再加一次的这个石流 因为石流的脂梗呢 它很粗 然后再加上果实呢 因为它很重 所以我们要把它插得很稳 好 我们把它稍微的看一下下这个感觉 那我在插了两只这样的石流之后呢 我在前段的地方 它有一朵这样小小的花 那我把它做成煮花的这个部分 好 那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个石流看起来就觉得 很喜悦的感觉 那有一种那个果实很饱满的感觉 因为呢 我们觉得春天就是赏花 那秋天就是赏叶子 然后到了夏天呢 春天呢我们就是以赏花为主 那到了夏天呢 就是以叶子为主 然后到了秋天呢 就是以果实为主 所以到秋天看到果实成熟了 就觉得很开心 像现在花式呢 也很多的柿子 这样的果实都成熟了 那你看到柿子 虽然还没有全部是红的 但是呢 也会觉得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们说 这个果实呢 那个红重城的感觉 让人家特别 觉得特别的开心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 我们在插花 有时候我们会有 有一些人家里有喜事 比如说家里有人结婚啊 或者办喜事的时候 那接下来我来跟各位 爱华的菩萨们分享 怎么样把家里布置的 很喜气的感觉 那也觉得很幸福洋溢的感觉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我们刚刚介绍到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 我们还是常常会有很多 各种的喜事 那我们要怎么样再布置 我们家里的室内的空间呢 除了刚刚那样的一个 插花的方式之外呢 那我们来试试看 像这样的一个石流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插座 比如说呢 各位爱华的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中有一张这样子 很红很红的这样的一个纸 因为红色呢 就让人家觉得很幸福 很美满 那好像有很正面的能量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都是孩子很喜欢红色 那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呢 山朝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呢 在每个朝代都有他喜欢的色彩 所以我们说呢 在夏朝最喜欢黑色 那英商呢最喜欢白色 那周朝呢最喜欢红色 那中国人呢 他们受殷商这个时代的 这个朝代的影响 所以他们以白色为喜欢的颜色 那他在我们中国人的色彩的观念里面 认为红色配黑色呢 是最吉祥的色彩 所以呢 我们说红色是阳中之阳 那黑色是阴中之阴 那阴阳的色彩搭配在一起呢 认为是最吉祥的色彩 那各位爱华的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把一个这样的一个 黑色的竹台放上来了 那两个竹台呢 红跟黑色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 那我们就会觉得 红黑就是一个大吉祥的颜色 那红色跟黑色呢 它又可以呢 有辟邪的功能 那如果说您有插花 那你就可以在这样的桌面上呢 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石榴 就我们刚刚插错的那个作品 我们让它把它呢 结合在一起 这个花旗有点重 所以我稍微把它搬一下下 好 我们再让它有点点进来一点点 那我想呢 石榴也是红橙橙的果实 那我们知道呢 汉民族自从落在这个土地上呢 从汉朝开始 在这个土地上呢 耕耘开始 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开始呢 很安定的生活开始呢 那我们都知道呢 子孙的绵延 它的象征意义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竹台上呢 就是我们再加上两个 也是充满了喜气的这样的一个蜡烛 比如说我放一个这样的一个蜡烛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蜡烛 那两者之间呢 搭配起来就感觉非常的好 那我想人生呢 随时我们都很希望幸福满满的 但是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那还是要随时懂得广修供养 所以呢 师父今年告诉我说 在做节目的时候 也多多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那我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 我想也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是说呢 有一个乞丐儿 他的名字叫阿宝 那阿宝呢 他是一个过去生命 有很好修行的一个人 所以他虽然出家呢 他虽然出家 但是呢 他一直都是脱功波的 然后呢 释迦摩尼佬非常的心疼他 那他就把他 把阿宝呢 分在虚菩提的那个僧团里面 因为虚菩提的那个僧团里面 每次脱波呢 都是满波的回来的 那结果没有想到 自从阿宝呢 分到虚菩提的那个僧团之后呢 他们脱波呢 就通通的是脱空波的 所以整个僧团人就说 我们不要阿宝在我们这个僧团里面 那穆建联尊者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慈悲心呢 那自己脱不到波呢 还怪阿宝 那释迦摩尼佛就跟穆建联尊者说 那这样子好了 那阿宝分到穆建联尊者 你的那个僧团里面去 结果没有想到 这种阿宝分到穆建联尊者的那个僧团之后呢 从此呢 穆建联尊者那个僧团通通一样都是脱空波 那穆建联就不相信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穆建联尊者就用他的法力 带着阿宝 到处去脱波 用最快的速度去脱波 可是怎么脱 还是一样脱不到波 那有一天呢 穆建联尊者带着阿宝 非常的辛苦 他饿了一整天都没有东西可以吃 那释迦摩尼佛这个时候坐在恒河的边 就带了一碗很清净 一波很清净的饭 稀饭等着他们两个过来 那释尊呢 就跟穆建联尊者说 肚子饿了吧 事实上他是整天都脱空波的 然后呢 他就说呢 把这一碗稀饭 你把它喝下去 那穆建联肚子非常的饿 就喝了几口 但是他舍不得阿宝没有稀饭可以喝 那他就说要把多的留给阿宝喝 但是呢 释尊跟他说你尽量吃 不要留太多 那穆建联尊者还是舍不得 他就把波中剩下一半给阿宝吃 给阿宝喝 结果没有想到阿宝把这个波拿过来 要喝整个那个粥饭的时候 竟然整个倒在沙里面 那阿宝在这个时候 他就体悟自己生命 因为过去生没有善修 没有鸡公雷德 那没有修行的很好 所以这一生的受苦 所以他就发愿一定要好好的修行 所以我想在今天看到这样子 很幸福很美满的人生的时候 我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生活都很幸福很圆满 他们就不觉得修行的重要了 所以我想今天 藉由很幸福很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中 也随时提醒自己 要懂得当下赶快掌握音缘 好好的修行 那也感恩这次的音缘 能够再次的录制佛心花海这样的节目 那今天是有点台风天 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老师都好辛苦 也在此致上我最深的一个敬意跟感恩 那愿此相伐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法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包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布施 超度 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定清静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邪影罪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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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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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很多人来这边 光挂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 姑娘火灰象 这边一切吉祥 完成者得到冲 阿弥陀佛 西班牙古城 波雷多 古代兵家并争之地